Wanted to live since that night I started to walk before My landlessness keeps 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我們所要談的主題是 近世文治國家的建立 現在就讓我們看本單元的學習重點 本節的學習重點是 一 五代的分老局面如何發展 二 宋代的建立與基本國策為和 三 北宋實施文人政治的策略為和 四 北宋中葉變法改革的內容與影響為和 唐朝晚期 著名文人韓裕 約在西元810年所寫的 《宋溫楚氏赴河陽君序》中 感嘆讀書人不受朝廷重用 紛紛被北方反正挖角 此反映當時讀書人在國勢不穩定下 懷財不遇的無奈 約三百年左右 北宋真宗所著的《力學篇》提到 《書中自有黃金屋》 《書中自有顏如玉》 勉勵當時的讀書人 只要用功讀書就可享受優渥的生活 各位同學想一想 為何同事讀書人 一個是處在 擁有才學當懷財不遇的時代 一個是只要認真用功 就可名利雙收的時代 請問這三百年間 究竟產生了何種轉變 讓讀書人的待遇 有著天淵之別呢? 五代的亂局 唐末以來 凡政歌劇 最後朱溫串堂之力 開啟了五代十國的序幕 五代的君主幾乎是五人出身 例如朱溫、郭薇等漢人將領 以及李克用、李存序等沙陀人的將領 現在我們來看五代十國的刑事圖 五代僅僅十餘年 是中國最動盪不安的時代 握有兵權的武將不斷的病殺 和平安定的日子十分短暫 各位同學想一想 朝廷的權力由五人掌握 那麼讀書的文人處境又如何呢? 請你想一想 此時讀書人最關心的是什麼呢? 既然五代是個動亂的時代 也是五人掌權的時代 他們是如何奪權呢? 他們又得到了什麼好處呢? 五代的武將成為君主 除了戰勝並滅掉敵國之外 首下將領勇立主帥也是主因 當主帥成了國軍 這些將領也得到了好處 士兵呢? 士兵會得到什麼樣的好處? 請你想一想提出您的看法 從亂局到統一曙光 五代的君主有很多都是被部下所勇立 如後堂 莊宗 李淳旭 後堂 民宗 李士元 後堂 廢利 李重 赫 後進 高祖 石敬堂 後中 太祖 郭薇等人 在南方的時國就更多到不可俗記了 五代至分亂到統一的關鍵 後中世中 才隆 五代到後中世中時 中原王朝的武力已經超越其他割據力量 請問 後中世中時軍力強盛 他的將士與過去不同 戰力比過去強大的原因最有可能是什麼呢? 才隆的貢獻 後中世中才隆是郭薇的養子 即位後恢復中原經濟 有效地掌控軍隊 對外積極開拓疆土 西元九五年起 南北清真 獲得許多土地國威大政 才隆死後 發生成僑兵變黃袍加身的戲碼 和以前的軍人勇立有何不同? 成僑兵變黃袍加身的趙匡印 取代後中建立的宋朝 據史書記載 趙匡印要勇立他的將士 答應他三件事情 才願意當皇帝 一 不殺害幼帝 二 不欺武官員 三 不騷擾民間 請你想一想 將士們答應的這三件事情 趙匡印當上了皇帝 請問軍隊為何勇立趙匡印呢? 為什麼? 趙匡印早年入郭薇徽下 之後隨後州勢中才龍 南征北討屢見戰功 被任命為殿前督點檢 掌管進軍 趙匡印雖是武將出身 卻喜愛讀書藏手不試卷 他隨財龍平江淮時 有人向財龍告密說 他用幾輛車載運財寶 財龍派人去檢查 結果車中卻只有幾千卷書籍 財龍問他 你是武將 收藏書有什麼用? 趙匡印回答說 我沒有好的計謀貢獻給陛下 只能多讀些書以增加自己的見識 財龍早逝 其指公帝聰林即位 不久傳來遼與北漢聯合路後的消息 趙匡印奉命率軍抗敌 當軍隊駐紮城橋義時 軍心浮動 將士覺得皇帝年幼 他們爭戰的辛苦 小皇帝怎能體會 於是決議把黃袍披在趙匡印身上 勇其為天子 使稱城橋兵變黃袍加身 宋朝是建議的 但是城橋兵變還會再出現嗎? 集會後的宋太祖 去面對怎樣的問題 趙匡印建立宋朝 我們稱他為宋太祖 集會後的宋太祖 面對怎樣的情勢 例如他手下的將領 會被將士擁戴為國軍嗎? 還有一些科具勢力他要如何面對 請你想一想 杯酒士兵權的伏筆 宋太祖集會後 就有兩個節度時起兵反送 宋太祖費了一番功夫 才把他們拼定 事後宋太祖耿耿於懷 於是他問趙普 從唐末以來 戰亂平人百姓受苦 這到底是什麼道理? 趙普說 道理很簡單 問題就在反正權力太大 宋太祖連連點頭 趙普又對宋太祖說 大將死守信 王省齊等人要多加注意 宋太祖說 你放心 這兩人是我的老朋友 不會反對我 趙普說 我不擔心他們會判亂 而是擔心他們沒有統一能力 有朝一日下面的人鬧起誓來 只怕他們也身不由己啊 趙匡應制定了強干諾之與 眾文清武的基本國策 提倡尊重文人 壓抑武人 使得宋朝開國後 有了一番新的氣象 這是宋朝強干諾之的示意圖 主要是分散地方的視權與軍力 來加強中央集權 宋太安定了一段時間 人們的觀念想法 和唐末五代那種動亂時代大不相同 人們想要長治久安 就要尋找長治久安知道 到底在哪兒 到底在書中 於是我們看到了范仲淹 與胡苑年輕時讀書的事 他們讀什麼書 讀這些書 發揮這些書中的毅力 產生怎樣的影響 請你想一想 范仲淹出身平寒 無力上學 只好到寺院中讀書 他將自己關在屋內 手不釋卷地讀書 每天晚上 他用糙米野菜煮好一盆稀飯 等第二天早晨凌晨凍後 用刀劃成四塊 早晚各吃兩塊 生活艱苦但毫無怨言 五年之後 六經已經十分熟練通曉 文章也大有精進 范仲淹憑著這股苦讀的精神 終於成為宋朝著名的文學家 政治家 也為後人留下了 先天下之憂而憂 後天下之熱而熱的千古名句 現在我們把場景 換到泰山上的一座寺院中 裡面住了一位年輕人 經常讀書到深夜 累了就獲醫而眠 他每次收到家書 看到平安而止 隨手就將信件扔入三箭 繼續專心讀書 他的名字就叫胡怨 也是北宋理學家 陳怡的老師 有了范仲淹 與胡怨的努力 宋代的文人紛紛投入政治 最有名的就是王安石 宋城中為太子時 有位官員叫韓維 常常在神宗面前 談一些很好的見解 神宗稱讚他 他說 這些意見都是我朋友王安石說的 宋城中即位後 就把正在江陵做官的王安石 調到京城來 並在初次見面時 懇切地對他說 正久聞你的學問道德文明天下 如果有好的策略 應當要告訴正 今天治理天下以何者為先 王安石答 應以今世致用的方法為主 神宗又問唐太宗何如 王安石則激勵他說 陛下當學習做姚順 並說明道 姚順之道 簡要而不繁雜 觀念重要而不迂腐 實踐容易而不難行 宋城中對此表示滿意 各位同學 現在您看到的是西陵變法的示意圖 王安石變法 以富國強兵為改革目標 展現宋代讀書人的自覺精神 至宋人中期 天下安定 學術興盛 文化發達 但是國家的開支很大 財政入不敷出 等到神宗即位後 任用王安石進行一場 大規模的變法改革 當時年號為西陵 故稱西陵變法 也稱王安石變法 王安石的學問很好 文章也寫得很好 是唐宋八大加之一 當時讀書人很欣賞他 但卻不太願意支持他主持的變法 請你想一想 可能的原因是什麼 造成何種影響 西陵變法規模很大 最後結果為達到王安石 擴大生產規模 縮短貧負差距 以及民富國強的目的 然天下的財富卻集中於金師 使得變金空前繁榮 這樣的結果是成功還是失敗 請想一想說說你的理由 在變法實施的過程中 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 反對新法實施 和王安石為首的新黨 各立黨羽相互攻擊 宋折中時 太皇太后臨朝霸處新黨 拜舊黨司馬光為相 折中清政後 新黨回朝 政爭更為激烈 直到靖康獲其北宋父王方告子席 結语 宋代開國以來 長期在對外軍事上 給了一種積落不正的感覺 但文化上 北宋初期制定文治國家的諸多政策 改變唐末五代以來的上武風氣 杯酒士兵權 轉變武人善權的惡習 從此政治社會文化日趨穩定 讀書人備受禮遇 使他們產生一種為國效力的自覺精神 此正是文治國家政策成功的結果 各位同學 以上即是本單元的學習內容 請大家聽完之後馬上做評量 祝福大家學習順利與快樂 謝謝大家 請 представ一下 我們請訂閱 請大家分享 by bwd6